俗话说,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,很多明星也不例外,光鲜外表下也隐藏着不为人知的小缺陷,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些明星,刘诗诗,刘诗诗是很多人心中的女神,不仅颜值超高体,太优美演戏,也是比较有实力的, 当年的《仙剑集侠传》三中的龙葵让他圈粉无数,后来步步惊心让他人气越来越高,除了成为四小花蛋之一,还与吴奇龙喜结两人,刘诗诗的身体其实也有一点小缺陷,就是他右耳旁边有一个非常小小耳朵,平常不容易看到他头发全部扎起来,那时候才看得到吴京去年的《战狼2》可谓让吴京丰收颇满,电影不仅取得了华语电影,最高票房, 而且自己人气大增,吴京在镜头中大部分都是硬汉的形象,但是他的身体也有一点缺陷,就是他的大拇指少了一点,观察他手的观众应该都看得到,据说是在吴京小时候,因为贪玩卑物切掉大拇指头了,真的很让人心疼啊, 刘亦菲,刘亦菲是广大群众中的神仙姐姐,不过仙气逼人的他身体也有一点小缺陷,就是他笑起来的时候,牙龈很露出来很多,相信早年他很多照片很网友都看过,一笑起来露出牙龈,他突然缺少了很多美感,不过好在刘亦菲现在非常在乎这一点,几乎没怎么大笑, 冯小刚前段时间,崔董元和冯小刚的事情闹得沸沸凉扬,似乎很多观众都对冯小刚比较厌恶,但其实冯小刚也算是个比较有才的导演,也给观众呈现了不少经典影视作品,但是这样一个有名的导演,身体也有缺陷,就是他早年患有白巅峰,这种病让冯小刚的脸看起来非常渗人,不过经过这么多年的治疗,冯岛的脸变得跟常人一样, 李晨李晨这几年在娱乐圈可谓风生水起,不仅有范冰冰这样漂亮的女朋友,而且通过参加综艺收获了大人气,提高了自己的知名度,这样一个比较成功的男人,他的身体也有一点缺陷,那就是他的眉毛特别淡,如果不化妆的话看来就像没有眉毛一样,在《奔跑吧》的一起节目中很多观众都看过,李晨画并角,被邓超一行人取笑的事,不得不说非常搞笑啊。